工商局全称为工商行政管理局,是政府主管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工作部门。 为国务院直属机构,2018年3月,13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决定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,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。 工商局的职责有,负责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有关工作,起草有关法律法规草案,制定工商行政管理规章和政策,承担依法规范和维护各类市场经营秩序的责任,负责监督管理市场交易行为和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, 负责商标注册和管理工作,依法保护商标专用权和查处商标侵权行为,处理商标争议事宜,加强持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工作。